欢迎收看一家三口住县城的日常Vlog 早上8点45我醒来一看姨姨在这笑呢 哈喽啊姨妹们现在是早上的9点02分 姨姨睡醒啦 一夜一片的尿不湿 尿得满满的我们过来洗屁屁啦 洗完回来先拿杯子裹一下 我打开窗帘渐渐阳光 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哪 某个户同靠预防一下红屁屁穿拉拉裤 现在这小孩穿个衣服穿个纸尿裤 成肺劲了 经典的大肺穿这套 穿完还不想下来在这玩车车呢 然后我去客厅拿来这个扶梯 然后他直接搜一下就下来了 又开始爬了 又是四去呀 现在小孩成精了呢 在床上走得可麻利了 在地上就不愿意走 怕自己摔了 昨天去干气卡给他买的泡泡漆 今天早上拿出来给他玩玩 这些是昨天到的快递 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 然后就没打开 今天早上打开看一下 我买的大枣还有个拖鞋 还有给小姨买的小书包 这个书包的质量老好了 我试一下这个拖鞋 白白的 真干净 挺好看的 这个小书包他配着 真的是贼可爱了 等以后他生幼儿园就给他背这个包 接着给小姨义倒杯水喝 这个奶酪棒 昨天给他打开了一个 他不爱吃 今天又看到了一个肉给他打开 他还是不吃 然后我就给他过来做个米糊吧 今天做一个紫薯架小米的米糊 直接选择米糊功能就可以了 米糊需要二十分钟之后 才可以好我收拾一下床铺 然后给他套一下这个枕套 因为昨天脏了 然后就给他洗了 我给这收拾床铺呢 一一又过来捣乱了 我说了他几句 他给他坐着呢 看着脏的 接着我带他过来洗漱啦 巴拉巴拉两下连 然后刷刷牙 米糊也做好给他晾好了 然后接着给他喝 接着就是他的干饭时间 吃完饭我料在家待着也没事 然后我就带他出来了 今天外面也挺热的 但是就是有风 没过一会儿他爸就回来了 然后推着来楼前面 给他挖这个泡泡机 依依现在越来越棒了 我感觉过几天 我回娘家了之后 他走路的话 应该会越来越晚的